- 潘女士表示,媒体多次报道,的伪装中民馆诈骗电话,在洛杉矶仍然层出不穷。 - 潘女士看过报道早有防范,不会伤到手片,但每天接到诈骗电话,非常恼人,诈骗团伙使用的号码每次都不一样,无法将其加入进黑名单,阻止其继续拨打。 - 不胜其扰的潘女士,7月30日接听诈骗电话,请罢,这里是种灵灌,你有重要文件需要领取的录音,并按一键语片图直接对话。 - 潘女士说,我已经知道你们是诈骗团伙,我不会想当受骗,你们不要再打过来,对方直接挂断电话,人以为不会再被打扰。 - 没想到仅仅过了一小时,诈骗电话再次打来,永无可忍的潘女士痛斥对方,没想到,诈骗犯也不甘示弱,反而威胁潘女士现在很生气,以后一天打100个电话,把你撕扰到死。 - 潘女士对此寄生气,又无奈,她表示,气得是诈骗犯居然如此嚣张,无奈的是虽然警局曾表现会言查,但此类案件仍层出不穷。 - 吴先生近日也被中领馆诈骗电话操扰,吴先生表示,老骗术最近有新评装老酒的趋势,诈骗犯假冒的机构已经从中领馆发展到中国公安局,中国工商银行等机构,因为他们的骗词大多余,有重要文件需要领取有关。 - 吴先生认为,中领馆诈骗电话的信聘方法,没有发生本质改变,潘女士与吴先生有相似遭遇,潘女士表示,她也接到过卫装其他,中国机构的诈骗电话,号码既有洛杉矶,也有旧金山甚至万州,有的时候直接显示Tot Free Number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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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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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